前進新世界Money大自由 大家好 我是秦怡 我們今天要前進的是 台股的人道走糧已經關閉了嗎 那麼接下來面對就是萬六保衛戰的世界 今天真的很多人會說 存體哪有加你刮 台股我們看到包括了電子傳產全盤揭墨 那麼存股族很愛的金融 頭也很大 台股今天最低來到一萬六千零四十八點 就差這麼一步之遙 萬六關卡就要破了 這個時間點到底該怎麼辦呢 那麼台積電今天最低也來到520 我們真的可以繼續的 我愛你繼續愛台積電 繼續勇敢買下去嗎 好另外來看 今天有哪些的底部翻身計畫 哪一些股票可以勇敢買進 哪些你還是必須要停損 待會仔細分析給你聽 馬上來看到一連串最新的消息 大家說台股跌個沒完 已經再破前低了 萬六守得住嗎 法人現在看法超級的分歧 那麼有人說 現在可能是超跌區 可以來做急跌的時候 買反彈來賣區間操作 這個時候你敢這麼做嗎 然後另外來看長榮經營權大戰 我們待會來談 目前恐怕走向就法律訴訟 因為現在這個委託書大戰 已經如火如荼的進行當中 另外看到已經一千三百多位同學連署 連署幹嘛呢 他們反對防疫價的九宮格心智 那麼呼籲教育部應該要趕快再來放寬 另一方面來看這個 烏二的衝突越來越大 G7已經宣布了 禁運俄羅斯的石油 要加強對俄羅斯經濟的孤立 這對經濟影響又會有多大呢 馬上來介紹我們今天現場來賓 這邊是財經專家 珍惠歡迎 清宜好 大家好 我們中科大財經助理教授 維希哥歡迎 清宜大家好 我們基層醫療協會理事長 林理事長歡迎 主持人你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資深分析師 慶財哥歡迎 清宜好 大家好 馬上來關心談股論經 一個禮拜第一天 投資人心情又往下重重的一層 台股今天暴跌了三百多點 我們不是基努里維沒有那麼厲害 可以全面擋子彈 我們看到這個情況 現在當然有疫情 有美股的這個跌幅 還有烏二戰爭都在進行 接下來這個盤 我們該怎麼辦 也沒有辦法去接子彈 好 慶財哥 基努里維把所有子彈都接走 但是我們不要提掉 這個是不切實際的 但是我們用實際的角度來看 我們來看這個圖 我要問你 因為你本來比較樂觀一點點 今天已經破底了 又破前低了 破底來講 因為當初這邊來講 你看這裡融資減得不夠 減幾天 這個就是說 人家就說散戶不認賠 大盤不會跌 那所以說在這邊來講 散戶你看看 才漲幾年又回來 這個禮拜是不是會破萬六 我覺得萬六來講 破不破來講 都應該站在買方 為什麼我這樣來講 對 我們來看一個 我們台股 很重要的關鍵密碼 來 我們來看下一頁 就是說我們在台股來講 每次 就是我們你看看這裡 8523 每次跌到這個最低點的時候 一個神秘的數字會出來 對 就是融資維持率 融資維持率 你看在8523 這邊是極點很多 這邊的融資維持 16,162是多少 151 最近又跌到多少 看起來網友一定會問 151比之後 會不會又來到135.7 要再更往下 這一個部分來講 不排除 這一個部分 如果說25危機 有進一步的擴大 有這個危機的話 可能會修正到140 但是如果這個 差不多萬五 對對 如果這個危機 沒有出來的話 就是說 這個持續打戰 沒有用這個所謂 毀命性武器的話 我覺得這裡來講 今天的一個跌字這邊 這邊大概又修正到150了 那其實來講就是說 也許在6月 它還會持續破底 但是破這邊來講 就是一個強反彈 很好的機會 你覺得現在應該站在買方 對對 要站在買方 這個是從我們這個數字來看 另外來講 我們來看 從世界的名人來看 巴菲特 我們來看一下巴菲特 巴菲特 他進場超低了 對對 他連續5季都站在賣超 從COVID-19開始 他就一直賣 巴菲特賣 最近來講第一季開始賣 結果你看看他怎麼樣 他第一季買了410億美元 那你看這一次的巴菲特 再買來講 其實來講 SMP是下跌十幾% 巴菲特還獲利4% 4%也許來講 跟他過去比較是 平下起 薑是老的辣 對 但是他已經很厲害 人家還是賺錢 所以巴菲特 他這一次 他跟大家講一句 很重要的話 就是什麼 你擺股票 要不是看股市的這些股價 這些指數在震盪 而是你去觀察一檔個股 他的這個投資的買點 投資的價值出來了 對 價值出來了 你給他買進去 也許你不要換短線 過了時間之後 你會賺錢 就是他雪球理論 經過長長的波道 這個雪球越滾越大 你就會賺錢 沒錯 所以你看人家巴菲特 是成功的 那巴菲特 你看看 我們從他操作 我們怎麼樣去選股 第一個他持股全市民是蘋果 美銀 美國運動跟雪茯龍 最重要是蘋果跟雪茯龍賺錢 那他第一季進去買也是怎麼樣 也是大買美國石油的一個公司 所以說你看他第一季 大幅加碼雪茯龍 1.59一股 那到4月30 S&P500跌了13.3% 波克效是上漲了7% 所以從這邊來講 也許短線在震盪的過程裡面 仍然會有低點 但是你看到巴菲特 他長線投資 所以我覺得說 我們選擇一些巴菲特的選股法 跟我第一次跟你講 融資維持率這個問題 我覺得這裡怎麼樣 要大膽的向前行 大膽向前行 向前行 來 這邊插給他 大家都覺得沒有信心 對 今天在心情最盪的時候 你唱向前行 對 來 愛嘴民望的傻乞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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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講說 華電這個在做什麼的 華電是我們知道也是一個老牌的資產公司 然後他在美國有投資石油產業 沒有人知道他在美國在五年前就投資五億的石油產業 所以這一個部分獲利很大 因為巴菲特有投資石油 這個沒有人知道 我覺得投資朋友可以去留意 第二個來講 他擁有龐大土地資產 如果說現在有人跟你講說 我要買三十年前的土地 你覺得買會不會賠錢 一定賺的嘛 三十年前 對啊 我用三十年價錢去買 但是不可能買到 那買什麼 他本來就有很多的土地資產 所以我們買這一家公司 他有龐大的土地資產 他在桃園一萬五千坪 在新莊兩萬五千坪 在宜蘭三萬五千坪 都是三十年前買的 價值三百億的台幣 他的股本才二十億 那換算出來是不是 你投資他 等於投資了三十幾年的土地 那現在通膨 所以怎麼樣 土地這個部分 這個增值也會很高 然後呢 鋁價現在是一直大漲嘛 他是全台灣唯一有煉魚場的 所以這個部分他也會受費很大 包括我們台電現在要做那個 所謂的這個 改這個 我們的這個整體的一個配電網路 他都會受費 所以這個股票你看都沒有漲到 光這個土地資產 跟這個石油產業 投資朋友就可以去做一個留意 這個是從... 給大家做參考 這個價位你覺得還OK 第二個來講 微星 微星是什麼 跌到今天 跌滾了啦 你看這一家公司去年賺二十塊 今年第一季賺了五點六四 股價來到128 像這種公司 你給他買的話 放長線 而且來講 微星我想這個做主機板 大家都知道 那你看看他的股價 開始來講 底部也出來了 那你不要說 我做很短線的 馬上就是要獲利 那以長線投資來講 我覺得投資這種獲利很好的股票 不會吃虧 好 那我們再來看第三檔 第三檔來講 我們來看是什麼 虹海 今天一百 對 虹海其實在破獲一百塊 這邊有投資 我說一百塊你去買值得 為什麼 因為我們看 巴菲特投資最多也是什麼 蘋果 那虹海是蘋果 最重要的一個代工商 去年賺了十點零五 最重要是什麼 傳出Apple Car的代工商 由虹海來做一個組裝 所以如果你以巴菲特持有的蘋果 這麼多的情況來講 虹海 不論從他的手機 或者從Apple Car來看 他說無潮走資 虹海是有機會的 對 特別是來講就是說 他現在的管理的績效 你看看 是越來越好的 就是說 郭台銘是一個衝鋒陷陣的人 但是來講 劉蘭偉來講 他是把管理可以發揮到他的極致 那這個部分來講 他的效應會慢慢出來 特別來講 他在電動巴士 電動車這一塊已經都取得一定的成效了 所以如果說我們效法巴菲特 這種股票來講 長線 我覺得可以去做一個投資 那這個是三檔 我們從巴菲特的這個角度來講 做比較中長線的 那很多投資朋友講 現在短線了 其實極短線來講 現在有機會搶反彈嗎 不要搶反彈 極短線 你要放空 要放空 對 短線 你雖然看好可以站在美方 但是現在的陣度股票 對對對 極短線來講 你要放空 那放空投資朋友 大家一般來講什麼 不習慣就是說去做放空 其實在目前來講 應該大部分的股票 都是空投格局比較多 那這些股票來講 你要放空也不是隨便空 你要放空你就不要再看它的區別面 純粹看它的一個技術面 那要空的股票空什麼 來 看這個指標就好了 這個叫KD嘛 這個KD中間有一條線叫做什麼 叫做50 只要KD它在50以下 實現死亡交差的情況 你就大膽給它空下去 那停損就很好設 你給它看 它只要你看看 這裡都沒有 這裡有沒有 跌下來的時候就是極點 就是一個極點的走勢 好大一段 對 就好大的一段 那目前整理之後 你也不要覺得說 你停損什麼事 停損來講 只要它往上 再突破五日線的時候 我們就說一個停損 突破五日線 對對對 就是說它散了五日線 所以短線來講 因為我們知道 也是停利點嗎 算停損 那停利點什麼算 停利點來講 停利點來講也是一樣 往下 這個五日線跟後面就往下 也是突破五日線 你這停利點 因為這一種在KD50死亡交差的股票 你給它看 怎麼樣 都是相對的弱勢 這個叫空頭格局 所以我們跟它講那些股票來講 有一些現在來講 我們可以去做比較長線的 有一些股票 我們說做比較極短線的 那當然就說在目前來講 我覺得目前因為怎麼樣 台股面臨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是量能不足 那量能不足的情況來講怎麼樣 我們要去選股要去選什麼 選股除了我剛剛所講的 我們要選的股票是什麼 第一季美股的稅後 因為馬上財報這邊要公佈 第四月營收要出來 五月說要公告 那營收這個四月全部都要公告了 第一季美股的稅後EPS 激增年增 這個部分很重要 然後四月的營收 月增年成長 而且怎麼樣 最好可以創歷史新高的 其實現在這些公司很多 投資朋友要用心去找 我們看到很多的股票 公佈出來那個營收 哇 夭壽會他有這麼好東西 你看看 長榮海運賺多少 一季賺一千億 EPS算19.16 這個都是很多都破天荒的 所以我們要找這個稅後存EPS 第一個來講 一定要來是本業賺錢 如果說它是業外的 這個部分我們就不要把它列入 一定要是本業 第二個來講就是說 兩個同時跟上季比較有成長 跟去年同時比較有成長 也就是說它的這個MOM跟它的YOI都是成長 那四月營收更重要 因為四月營收碰到什麼 很多四月營收碰到上海封城 所以在上海封城的情況之下 很多電子股它的營收是衰退的 那從這裡面來講 你可以去找出一些很好的股票 其實股票選擇一樣 就是成長成長成長 如果業績可以持續成長的話 那那些股票來講就值得 我們再怎麼去做一個布局 那要避開的股票是怎麼樣 就是說第一個 這一個它的業績是在衰退的 你看看面板來講 大家要知道就是說 友達群創業績都開始衰退 而且來講什麼 可能會出現賠錢 那面板不好 聯勇是做它驅動IC的 這個一定相對也不好 所以你看它的業績起來 對 跌很多嘛 那這個是基本面出問題的 那所以說這個部分我們要避開 第二個是什麼 我們之前炒的本益比比較高的 我們現在來講 回到巴菲特的一個選股 如果本益比比較高的 那那個部分來講 我們也要做一個避開 所以說像這個第三代半導體 漢雷以前大家炒得很好很好 但是怎麼樣 去年才賺0.7啊 它的股價看起來本益比還很高 那這一個部分來講 投資朋友在反彈 有反彈的過程裡面 要做一個避開 我們現在要選的就是選擇一種 你炒下去 你晚上睡覺 你也不會怕的 為什麼 我比怕到錢 放在銀行要好很多嘛 所以說這個部分來講 就是說第一個獲利很好 會成長 然後呢 就跟巴菲特講的 已經跌到緊急了啦 再跌都相對有限 那這個部分來講 就是可以做比較中長線 在這裡來講 因為成交量不足 可能會稍稍整理 但是來講我覺得 以融資維持體的角度 要跌 也是會先反彈 再跌下來 那反彈的過程裡面 可能到這個6月16號 下一次聯準會在開會的時候 那個時候又要小心了 OK 好 謝謝信財哥 所以大家慌亂的時候 反而心要靜下來 說不定每一次的危機 就是下一次我們這個賺更多成功的墊腳石 很多國標提供大家來做參考思考一下 另外來看這個長榮經營權之戰 我們本來就說會有續集 沒想到續集來得如此之快 在我們一起來看 長榮國際這個巴拿馬這邊公司 要開股東會 沒想到弟弟派就這樣出手了 要把哥哥給他換掉 目的其實在長榮海雲 沒錯 所以長榮覺得 我以前採訪過那麼多的企業集團 常有一句話不變的道理 你再怎麼樣 在商場上 沒有永遠的朋友 也沒有永遠敵人 更沒有永遠親兄弟 只有什麼 永遠的利益 包括親兄弟 一樣會反目成仇 那在這裡面 近期大家都知道 這幾位我坦白講 是張榮發的四個兒子 大方跟二方的四個兒子 可是他們每一個都分別結盟交手 而且鬥倒對方過 所以你就知道說 原來長榮的利益這麼大 剛才我們靖才哥有特別提 為什麼長榮這麼的吸引人 特別是像往年 他其實是景氣循環股 長榮海運 沒有機會像今年這麼的 特別是像去年太厲害 現在開門每天可以賺十一億 那這個成長居然是百分之一百八 年增你就知道說 哇這龐大的利益 現在呢 老大變成獨孤求拜 現在三個弟弟共同來反他 為什麼呢 來今年大家都知道 其實如果我們要爭取很重要 長榮集團有五個次公司 但是最重要的 大家都覺得 貂在嘴巴裡的肉是什麼 當然是長榮海運 現在每天都在賺錢 這個值得高達百分之十幾十五六以上 這每個人都老翠呢 所以在這裡面 除了長榮海運 就是長榮航空 但是請你知道 為什麼要去爭奪長榮國際 以及現在最重要的巴拿馬長榮國際嗎 因為這兩個公司 控有很大筆的長榮海運 也控有長榮航空 不過你知道 長榮發現他在辭世 2016年那一年辭世 他一定萬萬沒料到 他身後是 他以為一張遺囑已經交代 沒料到那張遺囑 才是兄弟反目的一個開始 現在在今年 原的不說 他在今年20 就是在今年2022年的2月25號 你很難想像 大哥原本以為掌權 他與其塵埃落定 沒料到三個弟弟 結合了地表最強的 那個姐夫 叫做鄭申池 人家都成為認為是這三個兄弟 背後的超級隱武者 就大槓他們 而且現場他完全迅雷不及顏耳 他完全沒料到 他一手掌控的長榮集團 居然在那一天 弟弟派全面反抗 哥哥後來無限感慨 話突然變得很多 對 從這邊開始的 清姨你以前你知道嗎 我們要去專訪張國華 門都沒有 現在拼命出來講話 為什麼要出來講話 因為弟弟派強勢了 現在2月25號 他覺得他不能重蹈覆測 他要幹嘛 就在5月10號 馬上明天開始巴拿馬長榮國際 各位觀眾 你知道巴拿馬長榮國際 現在有多重要 因為你要控這兩家公司 背後除了有長榮國際之外 其實還有原來還有個巴拿馬長榮國際 在這裡面 以前的前任董事長 那個叫做張榮發 一直在巴拿馬的時候 化水會煙燙 在那個地方 他叫做巴拿馬長榮國際的永久董事長 現在這個永久董事長 害到害在這裡 他因為控在誰的手裡 現在大哥張國華的手裡 所以現在弟弟派們想盡辦法 要在這個5月10號 要發動另外一場棋襲 所以如果能夠拿下 弟弟派假設能夠拿下長榮國際 也能夠拿下巴拿馬長榮國際 我跟你講 弟弟派贏的機率 勝算會非常非常的大 那當然我們很多人很想知道說 他們到底在爭什麼 坦白講有一件事情 我們還是要幫我們獨孤求拜的大哥 張國華 張董 我們還是要幫他講一句良心話 他一輩子其實在長榮裡面 他除了槓他老爸 後來被冰凍十六年 整整最精華的十六年 這裡面碰到很多人事的心酸 但是他一輩子投資在 投入在這個長榮海運 這是真的 那他幫長榮海運 你知道嗎 各位觀眾我們講 我們就事論事 我沒有在幫誰 在哪一方說話 以大哥他自己本身投入在長榮海運 真的這時候出雲 為什麼長榮海運有這個機會 最近成為真的航海王 為什麼呢 而且還是全球排名 這不是自己排 這是國際排名的第六名 運率為什麼這麼高 各位觀眾 就是因為張國華 張國華他在幾年前 其實在因為大家都知道 其實還要演海運 對 其實景氣循環股 坦白講大家都不願意在 傳播上面做投資 也不願意跑到美西等等 你知道在他的手頭 變成他的投資方式 有兩個非常有遠見 一個部分他就是做了拖流 他也就是符合環保的機制 當時花很貴的錢 現在省很多長榮海運的錢 每一年光是燃油費等等 就省了數百萬美元 這是第一件政務要事情 第二個 當時大家認為 不應該花那麼多錢去造船 大家擔心你的貨櫃 可能你沒有那麼多的貨可以運 錯了 他居然當時花了 大概新的船艘 有六十幾艘 增加了超過每一個 都是二點四萬兩 非常大的一個龐大這個海艦 居然他真的投資 而且你知道他當時他的一個大漲規 其實大家都知道 柯麗欽 柯麗欽 他其實是這個長榮第二號的人物 而且人家叫他錢媽 你就知道多厲害 當時連那個柯麗欽都跟他說 那個國華HK 那個KH 那個你要知道 現在可能錢真的現金不夠 就要破壞 那目前當時的那個長榮海運 真的不太狀況不OK 他當時就想說 沒有什麼關係 那如果真的缺錢 他就是一個大股東角色 什麼叫大股東角色 出錢 他如果說到時候長榮海運 當時如果他的現金幾乎要破壞 那到時候他第一件事情 我辦了現金增資 反正他的錢也是爸爸 張榮發給他的 所以我只能說 在這個爭權奪利的一個過程當中 不能否認 這件事情也是真的 但是好 那我們大家就要講 那為什麼他的弟弟需要來公罰 這件事情 這個到底在鬧什麼 目前為止 長榮以前我們跑到現在 我常常知道 他裡面其實深圳的爭議 興風邪雨 其實就從張榮發 二零一六年 那一年張榮發總裁辭事開始 因為他當年二零一六年 他那種轟動的一組一張紙 把所有的經營管理權財產 全部給了這個二房的張國偉 張國偉 你知道到後來晉升出戶 他本來是總裁 擁有的爸爸 所有給他的經營管理權 擁有整個長榮集團 最後他的下場是什麼 當他開飛機飛到 對 飛去 那他親自開飛機去新加坡的時候 他晉升出戶 他在飛機上被通知 他已經摘掉 他說包括總裁跟長榮航空董事長的職務 你就知道那是非常血淋淋 當時大哥結合二哥三哥全部鬥倒他這個弟弟 結果時隔幾年之後 性非常重要 二零一那時候是二零一六 兩年之後二零一八年 大哥跟KC 其實大家本來講說有可能會讓KC 就是張國正接班人 當時大哥跟那個三哥兩個人加起來 在那一次同樣在這個長榮九月一號那一年 兩個人共同切蛋糕 你知道嗎 那是兄弟公開最後一次的露面 從此以後大家發現味道不一樣了 原來就生變了 原來生變 為什麼原來他們覺得共同所有的權力掌握在大哥 張國華一個人手裡 其他兄弟隆隆隆沒門 所以你知道後來他們就發動奇襲 當時他們共同解決了張國偉 結果你知道嗎 張國偉後來也不計前嫌 因為他的這個信譽航空據說虧到快破地了 所以趕快這個互相做一個結合 所以老二老三 他們這個一起結合了張國偉 來請來進行反攻親兄弟 親兄弟 所以這一次發動的一個奇襲 大家講說他們各自有分配 也就是說長榮鋼鐵 我們剛剛不是講他們的表姐夫 超級的表姐夫 據說關鍵人物 又是關鍵人物想要取長榮鋼鐵 那長榮航空大家想 是不是張國偉 他想要K董 小K想要回 其實要說實在 他的信譽航空 他是有很多他的包袱 所以我倒覺得這是共同 這個過程當中 大家講取下立榮航空 未來一個很大的變數 但是最重要是什麼 哥哥派跟弟弟派 哥哥派他目前為止長榮海運 大家都知道他很有攻擊 還有再加上包括像是這個榮運 以及長榮航空 其實目前為止都有可能被控在哥哥派的手裡 所以我們只能說 哥哥弟弟通通都是親兄弟 都是爸爸同一個爸爸生的 可是最後誰能夠掌握整個長榮集團 A就要看誰的手段夠厲害 而且誰能夠獲得更多的委託書 當然他爸爸在天上看 我想他們心裡都走走 誰死誰生 路死誰守 還有變數 OK 好 謝謝陳偉 這個兄弟戲強 兄弟爭奪戰 我們繼續看下去 那當然這個對投資人影響也非常之大 我想請清財哥來看 我們剛剛看到這個接下來包括長榮航 長榮海 長榮鋼鐵 這些除了本來有基本面的因素之外 也有這個弟弟哥哥之爭 投資人可以怎麼來留意參與呢 好的 那其實來講 我們今年你如果要期待總監行情的行情已經沒有了 因為他都已經截止過戶了 所以有的只是掙脫委縮書 但是來講我們知道長榮集團最大的經濟母就是誰 就是長榮海運 對不對 所以張國寶說其他的要你們拿錢來買 我都可以賣給你 要這個每人都沒有 對 但是這一個他一定是不放 為什麼要最好 你看看他第一季賺了多少 一千零一十三億 對不對 EPS是19.16 長榮以前賺兩塊錢 三塊錢都很難 他賺到19.16 第二季會持續成長 所以今年你給他算的話怎麼樣 最少賺六十塊 以他的股價來講真的是便宜 最重要是什麼 現在他這一個地利派就是什麼 他要把減資做一個環盤 因為他這一次要減資六十 他減資六十 他股本就大幅度降低 對大哥派來講 他們要控制這個盤就比較容易 所以他要把減資做環盤 那這一次減資出來來講 他也利用這一個市場上的氛圍 要引到說減資對股價是不利的 所以現在聽到減資大家都 批資為止恐怖級 其實減資對公司來講長遠是有利的 但是來講如果這個減資成功來講 這個地利派從這裡面來講 就可以取到很多利益 所以說如果說我們從大格局角度來講 要看長榮集團的總監改選 當然大叫最重要是長榮海運 因為你控有長榮海運就控有長榮航空 其他那些小的你要隨便給你都沒有關係 所以我覺得這一檔個股來講 還是投資朋友要去做一個留意 那是以榮剛來講 你看他的股價來講 這邊來講已經過戶日已經過了 所以這個只是一個一波蕩漾而已 這一個部分來講 我覺得投資朋友見好就收 然後這個還是相對有機會 因為張國偉來講 以他的心態來講 他覺得他要長榮航空 可能比上要長榮海運還要更好 因為每一個人的夢想不一樣 我的夢想就非常貼 所以這一個部分來講還是可以 但是如果說你重中置重 要去布局中間改選 長榮海運還是首選 在這邊來講 人家講的聯合是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 這一些大家都在搶這一個 這個股票的同時買長榮海運 還是最值得的 長榮海運 優先來關注 我們繼續再看下去 除了說我們可以幫助 外交上面可不可以去 請求其他國家來幫忙 快篩趕快給我們 立委張啟成要求外交部 向國際球員快篩試劑 但來一方面卻猛攻快篩荒 炮打台灣廠商 現在又加碼懷疑 另一家廠商有問題 這一次的採購真的顛覆了 我們對生物科技公司的概念 難道這樣子我們來質疑 不是合理的質疑嗎 國民黨局這家投標廠商 紅朗生物科技資本額330萬 怎麼能接3.8億快篩 採購訂單 求證紅朗 強調去年就取得EUA授權 先前早投入300萬計 快篩到市場上 人民健康不該建立在政治操作上 在紅朗之前 藍因陸續質疑 負責承接1700萬劑快篩的高零公司 涉嫌圖利 又質疑經銷商羅氏 跟民進黨關係密切 說國民黨為了這一次的疫情 他們要複製去年 去年疫情剛開始發生 台灣疫苗不足的時候 製造社會的恐慌 去年國民黨所製造的恐慌 他們並沒有讓台灣多一支疫苗 今年在製造快篩的恐慌 國民黨也沒有讓台灣多一支快篩 從有疫情以來 口罩到疫苗 都成了國民黨質疑的目標 現在蔡總統承諾 6月初可有一億劑快篩進口 同樣逃不過國民黨炮火 天到晚就是用一些莫須有的指控 然後去扯台灣後腿 讓我們想要到快篩事情買不到 我認為國民黨只有一個目的 就是政治盤算 這樣對他年底的選情 當然是非常有利的 藍因炮打快篩敞燒燒 但缺口怎麼補 卻也沒看到提出什麼好建議 這是在我們臺大醫院企業的工會 發出了一個對外求救信 因為目前的確診數來到四萬多例 所以整個量是非常的吃緊 那麼這個信裡頭就提到 居家隔離的醫療人員 被要求以篩代隔 只要快篩陰性的人 就要回到醫院來工作 那麼也傳出現在嚴重的時候 急診室一個護理師 要照顧一百多位病人 但是指揮中心是否認有這個情況 我們看到指揮中心說法是說 現在每天量能的確增加很多 但是不會出現一個人去照顧一百多個病人的情況 這種情形到目前為止沒有出現 那另外來看台大醫院這個急診部的 這位李建章醫師就說了 那麼主要變化比較大的是在輕症的這個部分 醫師跟護理是要負擔比較多的這個輕症的病人 所以比較上是一個行政上的壓力 而不是在醫療上的壓力 因為絕大多數人都是輕症的情況 我想先問一下李醫師 我們整個台大醫院這部分的醫院的量能會崩潰嗎 目前大概是還不會崩潰 但是其實現在每天已經有四萬多個人確診了 那這樣的醫療量確實是會使得我們醫療人員的人力 發生浩劫的問題 特別是臺灣說實在 我們的人民習慣於走醫院的路線 就是說我們臺灣還沒有很明顯的 這個分級醫療的精神 國外有些全民健保 他會先從基層診所看起 轉診才可以到醫院去 那臺灣也沒有 臺灣就是你可以直接走醫院 那走醫院的費用稍微高一點 不了高不了多少 所以為什麼現在臺灣的現在問題來了 新冠肺炎來的時候 大家也是走醫院的路線 大家認為醫院設備比較好 另外很多PCR篩檢 他想說我去那邊篩檢的時候 我順便可以開一點要回來 萬一我有症狀的時候 所以他就想走醫院的路線 那走醫院的路線 醫院就篩爆了 你看臺大醫院這個求救性 我相信是真的 你說這個求救性是假的 不會啦 我想是真的 真的求救 也不只是臺大醫院 其實各大醫院都是一樣 都被那個快篩 或者是篩檢PCR的這些 這些量能把它篩爆了 那怎麼辦 醫院的人率就是這麼多 何況醫院的醫護人力 還有些人確診被隔離了 你知道嗎 其實你不要以為 醫療人好像防護的多周到 我跟你講 他每天在接觸這些病人 他不被傳染也很難 就好像你在照顧小孩子的這個媽媽 然後家長 小孩子確診 你大概也免不了 你怎麼防護 你大概都會被確診 那個九歲小男孩 就是因為快些陽性 差點就要休課 這個會排擠醫療量 你要瞭解說 醫療量是固定的 醫護人員也是固定的 當你把這個大部分的人力 都用在這個新冠肺炎的 這些人身上的時候 那其他的疾病怎麼辦 我們不是只有新冠肺炎 還有癌症要治療 心髒病要治療 肺部要治療 什麼感染性疾病要治療了 要生產了 那怎麼辦 沒有病房可以用 現在要把30%的病房 弄在新冠肺炎身上 那其他怎麼辦 所以這個新冠肺炎 所以一定要分級醫療 一定要做好 這個分級醫療 就是你要把這些篩檢的人 現在我們有成立一個 就是說診所加入篩檢PCR的檢驗 這也是要分散這個醫療量 另外社區的篩檢站 PCR的篩檢站要多射 也是在分散醫療急診的人力 否則急診會被這些篩檢的人 篩爆 篩爆以後真正要急診了 人家說進不了這個醫院 我們現在是PCR 一直在做PCR 就沒有辦法做CPR 就會變成這個問題出來了 所以我想這個目前所謂的居家照顧 已經成立了 就是說所謂的親徵 一定要在家裡照顧 那最好你連檢驗 現在很多的診所 其實我覺得大家不要一直都跑醫院 你跑醫院 你其實等很久 你沒有比較好 你沒病 你都等出病出來 現在去說要做一個PCR檢測 你這要等多久嗎 沒有兩個小時 也要三個小時 四個小時 有的人從早上晚上才回來的都有 你覺得這樣好嗎 診所 很多診所可以發快篩試劑 真的快篩試劑 確定了 你可以做社區篩檢站 去做那個PCR檢測 不要跑到醫院去了 我們看到畫面覺得難過 這個醫護吃飯是埋在紙箱裡面 我說實在 我本來看起來 我還覺得他很有創意的 用紙箱去做隔離 其實他用紙箱做成這個隔離設備 對 是很有創意的 但是很有創意 實在是我實在看得有點心酸 他可能連隔離板都沒有辦法拿到 拿紙箱來最簡單的方式 就埋在紙箱裡面去吃飯了 因為那時候在脫口罩風險最大 可能很多病毒就 那你再埋手在自己的口 那個那個紙箱裡面 病人還是要顧 紙箱摸摸一下 所以你說醫療量有沒有 有點在浩劫 有 但是還沒有到崩潰 其實我還是要有 有說難免要欠大家也要安心一點 就是說我們現在99.76% 其實是輕症跟無症狀 這些人其實不用跑醫院 應該在診所就醫就好了 只有中重症的經過醫師判斷說 需要去住院治療 你才跑醫院 這樣才有辦法讓我們的醫院 恢復到正常 這樣我們的醫院 才有辦法做CPR 我們也在幫醫院做CPR 就是說盡量讓你這個醫院 可以處理中重症的案件 不要去處理那些輕症跟無症狀 輕症跟無症狀 確診又怎樣 確診就是確診 我們從小到他感冒多少次 有人說因為你感冒 什麼事都不要做了嗎 對 以前我當醫生的時候 自己感冒也在看病人 甚至你自己流感都還在看病人 病人說醫生你也感冒 對啊我也感冒了 但是我還在看病人 你沒看過醫護人員 掉著點滴在看病人的嗎 有啊 這個事情常常有 所以我們現在真的是自己 我們自己從自己做起 不要增加這個醫院量能的負擔 輕症或是無症狀的人到診所去就好 那我想問林醫師你怎麼看 因為現在到底我們可不可以 有人說這個水把當作一般 一般人最常的發現 就是像是一般的感冒而已 到底現在這Omicron 都把它當作是類流感化 我覺得應該把它當作流感了 其實再過一陣子 我們會把它從第五類變成第四類 就叫用流感去看待 對 流感怎麼看待 流感到時候的時候 你感染就感染 快晒陽性就確診了 那又怎樣 流感你就生病了在家休息 你覺得比較好 你就出來工作也沒有事 就把它當作這樣子 99.76%的輕症 跟無症狀的人 就是要這樣去看待 你不能所有人都那麼嚴重去看 那那我們完蛋了 我跟你講 如果今天我們一直把這個醫療量耗費在這裡 我們要死的會更多 我想死的更多 不是死在新冠肺 而是死在其他疾病 因為心臟病 沒辦法治療 因為癌症要開到 沒辦法開到 因為什麼疾病 進不了醫院 現在很多本來要住院 都被取消掉 你知道嗎 不能進來 因為疫情時間不能進來 你知道要死掉多少人嗎 所以這個這個事情是 整個國家一體的 大家不要只考慮新冠肺 我們除了新冠肺炎以外 我們還有很多很多的疾病 需要治療 這些治療的疾病 如果不好好處理 我們死亡率會更高 所以我也期待說 我們這個新冠肺炎 一定要把它當作流感化去處理 輕症一定要在診所去處理 去居家照護 其他的嚴重的才到醫院去 不然的話 我們將來死掉會更多 真的是要更多 而且林醫師你也建議大家 是兩次快篩陽性 所以我一直希望說兩次快篩陽性 去取代一個PCR 第二次快篩 最好是用不同品牌的那個快篩 去篩 那要由醫護人員監督之下去篩 這樣就可以取代PCR 另外可以取代假照 假照的問題 OK 現在大家真的是武煞嫂 我們來看一下 有好多名詞 你懂多少呢 這邊看到居家照護 居家照護說確診有這個輕症無症狀的人 你符合居家照護條件的人 那你基本上就是採這個 不用篩檢及隔離 進入自主管理 這是七天 然後居家隔離的時候 你密切接觸的人 我們講過就是你有三天 這居家隔離 那四天自主防疫 那麼居家檢疫是入境的人 你要七天的這個自主管理 這個七天的居家檢疫 加七天的自主管理 那自主健康管理這邊 不需要快篩就可以外出 這是解隔之後 但是你不可以去人潮擁擠的地方 也不可以去這邊餐廳用餐等等 這也是七天 那自主防疫 是居家隔離者解隔之後 可以進行的 你快篩陰性才可以出門 但是一樣不可以去人潮很多地方 這也是四天 自我健康監測 這是有密切接觸的人 你就避免去一些比較人多的地方 那如果你是陰性的話 就解除了 密切接觸者 從前幾天調整是 你確診者發病之日 或確診日往前推兩天同住的親友 才算是密切接觸者 還有這個最新的自主應變對象 確診者同班同學同學 或者是這個同場域工作的同事 五月八號起 不疫調匡列不開立這個居隔單 但這個企業會 應照這個指引來自主應變 譬如說你可能有些防疫假 你可以停課等等 我想問一下韋志哥 因為講了半天 我不知道觀眾沒有理解多少 我看到這些捕薩場 那名字看起來都很像 一下三天一下七天一下幾天 誰搞得清楚 那我現在是個大政院校 也是開始遠距教學 聽說學生老師搞不清楚狀況 現在多混亂 你也在上課教書的人 遠距教學其實兩年前 2020那時候就演練 那時候演練兩週 所以兩年前還好 最嚴重是去年這個時候 所以我們這個禮拜 各大學院校都開始收到通知 就是演練兩個禮拜 他剛剛被演練 那我今天就看學校的行政通知 問了助教說 可能要跟學期末 我們去年五月中旬的 遠距教學是一直教到 九月份的前兩週 去年九月份 前兩週我們還在演劇 我跟各位報告 在學校裡面兩個麻煩 不管是理工農業文法商 你知道嗎 現在因為那時候兩年前 那時候 我們現在那時候在演練的時候 很多老師講的一個很大問題點 他說 一個在家 一個在家自己當直播主 那你的書房要弄乾淨一點 那背景注意不要 國外還遇到那個家人 穿著內衣褲到處跑來跑去的 那你那個學生 他在你的那個 對於就是你的學生 如果一般像我們一般五十幾個 他可以打開手機跟電腦 你想想看各位 我們學校在演練 小孩在你頭前上 就把你滑手機 就把你鋪骨 就把你鋪骨 就叫你鋪骨 他在你家 他在家你搶看看 他會乖乖的 老師上課我來看 我們還有分分那個視訊 就是說可以看得到臉 那因為螢幕有限 五十幾個同學 你怎麼可能 所以就老師露臉 學生不是在幹什麼 所以有學生就像這樣子 這個梗圖裡面有沒有 他乾脆做一個假的 他跑去睡覺 有沒有這種學生 帶有人在 因為電腦開著 除非我們做什麼動作 你知道嗎 就是說讓學生跟你互動 你問他問題點啦 或是做 這很好笑 另外你看左邊 這個是我們實際的教室 就是這樣 有些老師說 我住家這樣打 我感覺沒感覺 我還是回到學校去 所以就在學校空蕩蕩的教室 自己一個人 都沒有學生講嘛 沒意思 我們那個 比如說理工同學法上不一樣 比如說自然科學的 他那實驗課 他還在到學校去 我女兒在台大醫學研究所 他在管理什麼 他也是要去學校做實驗 好 我們經濟學跟那個 跟那個統計學老師 要不要倒那個數學模型 我問你啦 你如果不下班書 你在電腦是怎麼說 這問題出在這裡 所以學生的教學效果很差 我們去年六月底 遇到那個期末考 更麻煩 更麻煩 那所以說我們最近那個教育部裡面 就講到說 如果學生有確診的話 現在目前的亂象 就是我們有提供一個叫做 這個叫做 應該是防疫旅館跟防疫宿舍 那回到 回到這個 這個學生這邊 問題比較單純 回到我個人專業 這陣子的這個 這個保單很亂 其實亂而已 防疫保單之亂 因為本來是清零 那現在變成是共存表單 而且自己有什麼隔離可以賠錢 隔離條件又縮緊了 本來去年台灣常務保險 有一張保單五百塊 五百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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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總共做四百萬張 四百萬張 四百萬張 他總共收到二十億保費 理賠大概十八十十九億 這個波動 我早上問了一下 業內 他說大概平衡 因為他二十億拿到 他先去做一些股票投資 這一點股票不錯 這台產無料 對 重點來 你想看看 這個像目前我們 這個圖卡裡面 有這幾張的殘險公司 我們會擔心什麼狀況 你知道嗎 我們產壽權有一個RBC 資本氏足率 你資本氏足率 就是說每半年要補一遍 就是你的公司資本 能夠承擔多少風險的比例 產壽權 銀行也有 但是我們一般的資本氏率 都要是200%到300% 殘險都接近快六百% 問題來了 你看 我們來看第一張 第一個核泰產險 他的禁止七十二點六六億 他如果賠三成就五十四億 不好意思 他禁止這樣到六月底 Q2可能打下去之後 他的RBC 他第三季要不要增資 要不要增資 所以這個隊來講 我覺得 那過去是這樣 台產那時候是 只要有隔離通知書 就賠了 隔離通知書有賠 就說匡列的也賠 那還好最近改了什麼東西 你知道他改了 就說只要你跟同住家人 我們才發隔離通知書 不然你跟你的同事 跟你的同學 我也發隔離通知書 你知道產壽 我們產險 這次總共出了保單兩種 一個叫做疫苗險 一個叫防疫險 那麼最近這幾個月 把八十四張撿到出三三張 三張裡面二十一張是疫苗險 疫苗險都打疫苗出問題才賠 十二張才是這個防疫險 就是說一般法定疾病的防疫險 好 那你看 以這個來講 我們這一年半總共賣出了 一千一百多萬張 一千一百多萬張 台灣老保姓等於兩個人有一張 然後現在賠到後來 你看這個短短的收費的金額 才八十七點六億的保費 已經賠五十七億了 很多人還沒有申請保費 所以保險公司 要注意我們一般的保護是這樣 我們保險的意義跟功能 就是損害賠償損害填補 不是要種樂透 我們很高人說 買十六張一口罩 買十六張說 我保險 我賺很多 還有人故意要去確診領錢 你要知道 我們的那個這個中重症 是萬分之三 不到萬分之三 癌症是萬分之四十一點五 你應該保大不保小 你應該去買你的那個 醫療險比較重要吧 十字十負的 像這個 醫療人員這幾次 嚇到不下去 一張保單一千塊上下 他們的負責多少 二十百分之四 你給他賺一千塊 一千塊也賺到兩百塊 你知道嗎 我們那個醫療人員 我們去問的話 很可能 如果保護 如果檔案确診 我就要去鮮花素果 有時候還要倒豬飯 顧小孩 甚至連老公也倒顧去 你知道才做多少 業績很多 業障更多 所以像目前 各大產售險公司裡面 要開好 這個金管會也出來解釋 那麼衛福部也出來解釋 居家隔離的部分先開始 第二條就是 很多人重複投保 很多人買了很多張 現在很多保單是乾脆我停售 我乾脆不續保 所以像目前 有些產品公司的 醫護人員就說 公司說不續保 因為這個叫消費險 就跟我們產險的 汽車險一樣 就是一年一月 所以跟各位報告一下 你現在不是要去買防疫險 剛才林醫師說到你 你不要造成病院的困擾 不要造成大病院的困擾 你也不要造成保安公司的困擾 保險公司應該是買大的 那種所謂醫療險 手術的 癌症的 重大疾病的 那才需要 這種防疫險 你不要去唱 你唱十萬塊要做什麼 五萬 十萬我們帶去 你是要帶幾十萬 幾百萬 那個才是保險的 意義跟功能 他覺得這機率高 就很樂透 有人特別要去 特別去找看看誰確診 我要去確診一下 這個不對 這個不對 回過頭來看 我們要說我們在台灣真的很幸福 因為我們來看看 這個很荒謬的上海 現在又進階版了 現在還實施什麼呢 叫連做法 情況多混亂 所以我常常會覺得有些時候 住在台灣還是蠻幸福的 真的 你知道上海清零 你知道這段時間 可以因為 在中國可以因為一個人的一句話 就是因為中國國家主席習大大 他一句話 他要清零 居然限制封城封道 沒人信 甚至是完全沒有效益 今天這個統計出來這個數字 可能大家會覺得 在這個情況之下 這個上海你知道嗎 即便上海佔了他們這個 全中國染疫的人數 大概是將近九成左右 可是你知道 從一線到二線 全中國的那個城市 如果像PCR下來 你知道要耗費多少錢嗎 你能夠想像這個效益怎麼算嗎 將近一點七兆 這個一點七兆人民幣 相當於是什麼概念 你知道嗎 就是相當於去年一整年 中國他們的所有解放軍所有的軍費 就是超過只有一點三七兆 結果居然他現在為了做這個 全人民的PCR 居然搞掉了一點三 一點七兆左右 所以你看這個效益怎麼會在呢 而且說在弄到沒人信的時候 讓別人是覺得還蠻鼻酸的 你看即便我們會覺得你要照顧民眾 我們都能夠理解 可是你這樣一封城 這非常非常的 我們會覺得不僅生活不便 而且是沒有必要 我們會覺得說所謂的沒有人性 而且沒有效益 而且完全是為了政治伺候 伺候政治 為什麼現在這個我們在上海這個地方 他接到了一個指令 那個叫做上晚市委書記 叫李強 大家都知道他其實是習大大的愛將 那本來是希望說他透過這個階段的過程 他今年本來打算要入中央政治集常會 沒料到這個疫情一來 這個這個這個整個的GDP開始往下 所以現在他用封城的結果 讓人覺得非常的可怕 會害怕 比如說你現在他已經一句話五月底 今年就要五月底 不為什麼就是要清零 所以在這裡面十六個特區 每個人封的一個情況不一樣 就他居然要求每個人進出 除了要有那個陰性證明之外 你知道現在為了社會清明 他禁止所有的民眾踏出他家門一步 全部通通都要用配送的 那很多人哪裡能夠看你這樣子做 你看其實目前為止他清零的結果 到底有死多少人 他自己目前為止沒有對外非常明確公佈 可是你知道他目前為止只告訴你他的這個感染人數 那目前為止 如果他花到一點七兆人民幣 這個新臺幣 完全是沒有那個效益 而且你知道他的那個那個手法來 各位觀眾我會講說 為什麼大家要看一看 他們是怎麼樣來清零法 讓人蠻難過的 只要有一個人 一個樓層一家一戶 只要有任何一個人染疫 基本上整層的人全部通通都要被帶走 你能夠想像嗎 在我們的樓層裡面 如果說我們在這個住戶裡面 全部整層樓 整個社區全部都帶走 那有這種事 那他在這個情況之下 是完全的連坐 這種清零 我說實在 哪個國家的人民能忍受 就是他們 你知道這段時間看到很多人 為了反抗他們的清零 大媽全部通通都出來破口大媽 那甚至還有的人 非常的生氣 那這次包括我們上海廣達 我們廣達在那個地方 我們叫做打風電子 你知道衝出來幾千人 到將近上萬人 要跟他拚命 為什麼 你在這裡面 他控制太多 你知道其實廣達我們在當地 是幫這個蘋果之後 這方面的組裝 突然他說清零就清零 突然全部一群上萬人 鎖在那裡面 那雖然你講好聽 我有超市 很抱歉 裡面的超市 其實通通都是受到管制的 前進行事件 Money大自由 我們繼續帶您前進 俄國今天是勝利日大閱兵 普丁竟然重生 全世界不要再有戰爭恐懼的世界 是不是很錯亂呢 我們先介紹現場 再加入幾位來賓 這邊是國民黨新北市議員 葉原志歡迎 清零好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創下歡迎 清零好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有華哥歡迎 清零好 大家好 民進黨特別市議員 王世堅王議員歡迎 清零好 大家好 我們要上來關心 今日最發燒 莫斯科紅場上 上萬名士兵跟隨普丁慌哭 俄羅斯二戰對納粹紀念日閱兵 台灣時間九號下午三點正式登場 毫不意外普丁直指對烏克蘭開戰 是為了保衛祖國 依照慣例二戰蘇聯著名戰車T34 領先登場 步兵戰車在烏克蘭境內被開罐頭的 T72 T90 防空系統S400 能搭載核彈頭的RS24 亞爾斯洲際彈道導彈全數現身 但說好的空軍閱兵 卻因為天候不佳而取消 布丁出動大批士兵和裝備 用軍容撞勝包裝 並合理化自己的入侵行動 作為被入侵者 烏克蘭總統走的司機 則是一人踏上首都街頭 擺出以小博大的氣勢 當年作為統一陣線 5月9號同樣屬於烏克蘭的 對納粹勝利紀念日 如今俄羅斯以侵略者身份 進攻曾經的同胞 烏克蘭欽全國之力 以大衛對上哥利亞的姿態反擊 道德正當性 誰有誰烈 不言可喻 我們看到俄羅斯今天就是 勝利日這個整個大軍演 那麼畫面上看到 這是非常可愛的小朋友 這一次是全國上下都在慶祝 包括幼稚園的小朋友也是 那麼小朋友天真無邪 穿著這個二戰的捐服 那麼很開心 哇塞這個身上穿的是 紙板做的Z型的二戰坦克車 那麼小朋友跟老師在一起 這樣子遊行很開心的在歡慶 但事實上這個Z型也是這一次 這個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 一個重大的指標型的這個字樣 我們常常都看得到 對照這個小朋友如此天真無邪 根本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其實說起來蠻諷刺的 那麼創下我們也來看 剛才看到這個普丁也說 他竟然說希望這個全世界 不要在戰爭的恐懼當中 非常錯亂 這怎麼解讀 其實這個真正錯亂是什麼 因為整個俄羅斯在二戰之後 他們有個軍隊的傳統 勝利了要喊烏拉 就是萬歲的意思 但是你會看到說 普丁喊了烏拉之後 全場認了一下 認了好幾秒之後 他跟著喊烏拉 不知道現在要勝利什麼 不知道他們勝利什麼 但是又不得不喊 所以就是他的一個尷尬 而這尷尬裡面 普丁當然是因為他們這個是 紀念二戰結束77年 所以要向無名烈士線上花圈 然後證明說他們出兵 頓巴斯庫內斯克 他說他是合理的 但是他的演講裡面 也會講到的是說 他現在這些狀況 所有特別軍事情鬥 一切都是合理的 那是要阻擋西方對他的入侵 包含克里米亞 為什麼會講到包含克里米亞 他心裡知道說 他恐怕二零一四年拿到了克里米亞 從二零五年每次閱兵的時候 都講說克里米亞他拿回來了 那個光榮可能都會丟掉 所以整個普丁其實現在 整個情況是非常的尷尬 而這非常尷尬裡面 所以會看到這場閱兵裡面 當然我們會看到的是 他出動了大批的T-34坦克 T-34坦克當時在二戰的時候 在庫斯克戰役裡面 一萬兩千輛 德國希特勒庫斯克的那個 豹斯坦克 虎王坦克 所以他開始贏得勝利 所以他要拿出來 他後面呢 他上次的那個薩丹2 亞馬特斯爾特沒有拿出來 反而是把亞爾斯飛彈 那個十六車 十六個輪子 帶出來 車子亮出來給你看了 代表他的核威射出來 而在昨天預演的時候 又把這個末日班機 在二零一年之後 都把你拿出來 證明著說他還是跟全世界講說 我還是會有核威射 然後他的太空總署的署長 還出來講說只要半個小時 他們合理的能力 都可以把整個北約給團滅 這麼厲害 講得這麼兇 可是這麼兇的時候 大家會看到說 整個那個情況 講得很好聽 整個那個背後的氣氛 苦語的感覺就出來了 為什麼呢 今年是他們所謂的二戰勝利 七十七年嘛 對 所以準備 先前準備了七十七下飛機 也在預演嘛 而且在空中 還排出了勵志型 可是排的這個勵志型 今天說天后不好 沒有飛出來了 所以你會看到說 整個普丁 這是一個賽嗎 這個我們沒有看到末日專機 也沒有看到說 三十分鐘之內 團滅別約 而是你就看到說 整個普丁 今天這個勝利日 有那麼一點點的 七風苦雨 雖然天氣很好 雖然俄羅斯那些軍隊 在他的訓練之下 還是走起來 看起來熊啾啾氣昂 那些坦克 那些大炮 那些什麼的T14坦克 蘇凱 三十五十七戰機 什麼都拿出來 但是大家都覺得 好像少掉一點東西 少掉了七十七年前 那個所謂勝利的那種感覺 對 這次出動的戰機 好像這一次整個活動 少了三十五拍 對的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呢 其實為什麼他這麼在乎 這樣一個坦克 其實為什麼這狀況 他這一次呢 跟過去的時候 他軍演 紅場軍演 過去常常會看到 前蘇聯出來了 可是這一次呢 戰機和車輛 大家去數的時候 跟過去一比 少掉了百分之三十五 剛好 就是跟美國所公佈的 跟哲倫斯基所公佈的 他在那邊的軍隊 在那個烏克蘭戰損裡面 大概都戰損了百分之三十幾 所以看起來百分之三十五趴 剛好就是他的一個戰損 所以今年你會看到 整個戰車整個狀況 因為很多的不行 包含他只有三十八量的T90M 都在烏克蘭那邊 前幾天被打掉一架了 所以他其實是蠻慘的 而這慘的是什麼 他為什麼那麼在乎 五月九號勝利日 因為他本來那個是 整個前蘇聯帝國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 非常悲慘的情況之下 俄羅斯帝國垮台了 垮台之後 在整個二戰的時候 他們壓倒了西方 其實二戰是 希特勒是在四月三十號 在朗堡制裁了 制裁之後又把自己 自殺之後又把自己燒掉了 然後就下令指派了 德意志 當年德意志帝國的軍隊 五月七號 德國的當時被受命的代表團 到達法國漢斯 就是當時的盟軍總部 然後盟軍總部 就像盟軍已經進行投降了 五月七號就無條件投降 可是史達林很生氣 史達林為什麼非常生氣 因為當時攻進柏林 占領柏林是諸可夫將軍 是俄羅斯的軍隊 史達林說整個柏林是我打下來的 不能算是你的 所以史達林定義五月七號 在漢斯的無條件投降 叫做預演 逼著整個德國五月九號 還有美國英國的代表 通通到柏林來 重新向諸可夫元帥投降一次 所以美國和英國竟然答應了 法國戴高樂也答應了 所以五月九號就變成是俄羅斯說 這才叫做德國正式的無條件投降 五月七號叫預演 所以對整個俄羅斯對德國來講 為什麼那麼在乎五月九號 你看他們站出來了 他們贏了 而且他們壓制了西方盟國 同盟國被他逼著 要投降兩次 德國要投降兩次 所以他最責任的是驕傲 所以五月九號這個勝利日 對俄羅斯來講 就是他們呢 蘇聯站起來了 俄羅斯壓制了倫敦 壓制了巴黎 壓制了華盛頓 但是沒想到今天這個情況 而這個情況裡面呢 目前更慘的是什麼呢 我們知道說前天的時候呢 在上個禮拜 哈爾科夫打了半天 沒被打下來對不對 結果美國給了那M777 射程四十公里的神劍 導引式飛彈 導引式炮彈 然後各種的法國的 英國的各種大炮都進去了 在卡爾科夫這邊呢 對 俄軍已經倒退了四十公里 被烏軍擊退了 已經倒退了四十公里 所以現在美軍的情報 智庫都認為說 哈爾科夫搞不好 你先前是他有一個州 有個四 哈爾科夫四 哈爾科夫州 你可能二軍整個會被打回去 所以連哈爾科夫 你都守不住 那守不住之後呢 那你整個部隊呢 你進不來頓巴斯了 你頓巴斯也會守不住了 然後到現在為止呢 馬力波前幾天的時候拼命的打 最後到了上禮拜六的時候呢 大量的部隊開始北側 馬力波也沒拿下來 然後現在克里米亞這邊呢 奧德薩也沒拿下來 所以大家會認為說 你整個狀況很差 而且更差是什麼 整個俄羅斯呢 上個禮拜呢 已經被一個 當年在二零一四 在烏冬那邊 差點被殲滅的空土裡 就是直升機的突襲裡 竟然直接殲滅掉他一個旅之外 現在烏軍第五十三 獨立七七八旅呢 拿到美軍的彈簧刀了 而這彈簧刀呢 竟然我也可以拿過來 直接就把你的泡兵陣地 直接陣地給打掉 所以全部整個戰情整個戰況來看 都是整個五月九號 越來越像 折倫斯基和烏克蘭的勝利日 所以是折倫斯基的勝利日 所以他們真的是顏面無高 所以會看到普丁 假如烏拉的時候 大家認了一下 我們跟著要烏拉一下 而且最慘的是 整個戰爭裡面 蛇島變成是一個關鍵性的一個象徵 為什麼因為在第一天他出兵的時候 當時不就是蛇島 那時候蠻輕易拿下了蛇島 非常輕易拿下蛇島 而且蛇島的時候 當時他們比了他的手指 他們對嗆 可是在四月中的時候 莫斯科號沉默了 就在蛇島這邊 所以蛇島就變成了一個詛咒 然後前幾天的時候 他們兩艘快艇 海巡艦又在蛇島附近 因為他們想說要攻 因為烏克蘭軍來講 收復蛇島等於是戰爭的起點 被我拿回來了 那個叫做勝利的象徵 所以就用土耳其給他的無人機 BT2就把他炸掉了 然後還有一個是 一個所謂的巡防艦對不對 那個巡防艦在那邊也被打掉了 所以到現在為止 包含登陸艦又被打掉了 所以到目前為止蛇島 變成是一個詛咒 就是你拿下蛇島 但是現在蛇島如果守不住 而且更厲害的是什麼 整個俄羅斯不是他們用蘇卡二十七 低空去飛橋去轟炸 結果炸不成功 然後被人家打下來 被刺針飛彈打下來 現在是烏克蘭開始恢復空憂 烏克蘭本來就會有蘇卡二十七 當年中共最早買的解放軍買的 那一百二十架蘇卡二十七 就是烏克蘭做的 所以現在是反而用烏克蘭 用蘇卡二十七 開始去低空轟炸蛇島 所以整個戰爭的情況完全改了 然後普丁就只有 關在他自己的莫斯科 在紅場那邊大海烏浪 然後那個情況讓人家看到說是一個末日的悲歌 其實非常諷刺的烏拉 另外再來看到 那麼是俄羅斯接下來會不會越來越慘 因為這個G7我們之前說 講了好久 到底要怎麼樣制裁俄羅斯 這個禁止禁運這個石油天然氣的部分 現在感覺上真的要開始有動作了 這個是俄羅斯最重要的經濟命脈 這下次會發生多大的影響 慶妮 我想如果大家去留意這方面的新聞 歐洲各國包括G7喊這個喊了很多次 哪一次成功 你敢斷奶嗎 你願意斷奶嗎 所以G7常常就是這樣 對外講我譴責俄軍 我會點點點就都沒做 所以這一次是真的還是 你覺得還是又是人來了 我跟你講我真的是覺得人來了 為什麼你看這數字會說話 如果你真的是要斷奶 你是不是這個油品的需求會增高 你怎麼會突然竄升 也不會至於說你竄升之後 油品不至於步步高升 因為美國的戰備除了給你 你就不應該很高 來我們看一下西德州原油 現在一百零九美元 根本就沒有掉下來 布蘭特更貴 每桶一百一十一美元 所以很多人講說 那你如果G7真的要靠美國 真的要斷奶斷油 對俄羅斯這樣 我不要給他很多的經濟之處 結果你自己做出了什麼事情 你對外講清楚說明白 你根本就不敢斷 如果是這樣你的油品價格 早就往下當破一百美元以下 就事實上有沒有嗎 沒有來我們看 除了這件事情 另外一件事情很會說話 大家一定要看 來另外一張 就是說我們都覺得 我們要斷俄羅斯的原油 到全世界去賣 結果有兩個國家 專門在助長這件事情 一個叫做印度 一個叫做中國 你知道這兩個國家 剛好減便宜 對這個趁你病是要你命 而且這個什麼人家講 什麼龍怕鄉 鄉怕無天龍 俄羅斯做盡了一些壞事 結果他最怕什麼 居然是怕印度 因為現在印度居然要用六五折的價格 去買他俄羅斯的油 你賣不賣 你如果自己想要有這些經濟祕賣 你就拿這種錢來跟我買 印度我講的很好聽 我目前為止 我願意給你買你就要偷笑 目前為止你知道他打出來的價格 是每桶低於七十美元 說實在這個真的是精打細算 不然這個原油 我們剛剛已經有講 大概有一百一十美元每桶 現在他等於現打了六折 他等於是趁俄國現在就是需要錢 他不得不 結果你知道他這個事情 這個印度也真的很趕 你知道目前為止 他全球都在譴責這件事情 譴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結果他每個月偷偷進口 俄羅斯原油全世界進口最多 就是他 這個印度進口每個月至少一千 五百萬桶的原油 而且從二月二十四號開打以來 進得越多 他目前為止至少超過四千萬桶 全世界進口俄羅斯原油 最多的就是印度 所以你看他至少比他去年增加多少 這百分之二十趴 你知道現在印度已經變成全世界 進口油品第三名了 但是你知道有人笑就有人哭 來我們看誰在哭 這個國家叫做奈吉利亞 因為他以前最重要的兩個國家 主要的輸口國 一個就是印度一個就是中國 現在 他現在這個國家有更便宜地方買 他根本就地方 他的石油沒地方賣 你知道他損失多少 如果以目前聯合國的統計 結果你看 包括奈吉利亞 以前賣給這個印度的時候 他是那時候每個年至少賣 四十五點六億美元 可以輸出給他 賣給中國至少有十點二億 現在沒門了 所以我說實在這全世界的經濟戰爭 這個普丁攪起了一匙的春水 不過請你知道 其實在這裡面還有人默默在支柱普丁 有一個人 這個也是很傳奇的人物 他是普丁圈子核心人物 我們之前比較沒有講到這一位 他本來是普丁的大廚 對 他的胃身心胃都他照顧的 他控制了這個普丁的胃 結果他變成他左背右綁 全世界的軍務 最後居然都是由他 我跟你講 這個尤金普丁普丁高盡 我真的覺得他的故事 可以拍成一個電影 當時我跟你講十二歲就夠嗆 十二歲他當時就犯了 這個搶劫殺人賣淫 居然被關了十二年 出來的時候 開始幹嘛 賣熱狗 賣熱狗賺出他的第一桶蘆布 第一桶金 居然賣出熱狗賣出個名堂 還可以開出一些水上餐廳 當時叫做新榜 結果你知道慶怡說實在 很多時候 我們都以前看過那個韋小寶 康熙跟韋小寶對不對 我跟你講 現在這個尤金找到普丁 就像找到康熙的微笑寶 你知道他當時 他在水上餐廳 那時候叫做新島 是當時全俄羅斯 最時尚的水上餐廳 那時候普丁是慕名而去 就那次去就到了 因為他第一次去請法國的總理 不錯 親自事後 你可以看到這個照片 我跟你講巨蜜蜜蜜 他找他的貴人來了 他的康熙來了 結果這個尤金從頭到尾服務 到後來你知道隔年 開始普丁他個人的私人派對 還有他請美國總統小布希 通通都跑到他的心島 所以很多人講說 哇 這個全俄羅斯都知道 他有個御廚 你這個御廚 你知道厲害到最後變成什麼 我跟你講非常傳奇 他最後居然去搞出了一個 專門在賣軍火方面 軍火武器 而且專門在幫普丁收斂 很多俄羅斯賣出到全球各國的武器 這樣的一個超級大亨 你想想看 你再怎麼轉 你頂多就是個御廚 你控制了普丁的位 沒料到他控制了普丁的心 甚至到後來俄羅斯的軍隊 軍糧軍饗都是普丁給他的 他變成普丁在全世界 居然可以經營出來另外一條 新的這個這個吸睛的生意 我們的講的都沒有亂講 各位觀眾你去查這個人 這個人 當後來他成立了一個這個叫瓦格納 這方面的一個這個軍火集團 表面上我是私營的 我是一個這個幫這個人家做bodyguard 等等 沒料到他專門在幫俄羅斯 蒙軍火 你知道他建的他的瓦格納集團 在整個非洲橫著走 在整個非洲超過二十幾個辦事處 全部通通都有他輸入俄國的軍火 甚至在二零一八年有人統計 整個瓦格納集團 就是這個油巾 這個玉廚弄出來的武器 輸入到整個全歐洲 超過整個全歐洲武器的一半 不是中國居然是俄羅斯 你就知道這個人多厲害 到這個人後來吃香喝辣 買私人飛機買油艇 變成超級富豪 通通都是普丁給他的 可是他有回饋 你知道他怎麼搞嗎 當時我們知道後來他非常有名 除了做剛才的瓦格納集團之外 其實不是只有具體的 他還有當水軍 也就是類似像很多網軍 這方面 你知道專門做思想作戰 你知道後來很厲害 他已經多次被CNN報道 發現他這個人專門做什麼 就是做思想認知作戰 後來介入美國總統大選 就是他油巾 就是這個人 所以你沒料到說 他除了這瓦格納很厲害之外 他居然專門在幫普丁搞這種事 認知作戰 來我們看一下下一張 你知道他不是一個隨隨便便的人 他非常的有全謀 這個人都是同一個人 你知道當時有報導 他這個水軍叫做巨魔工廠 除了搞出了大量假新聞去騷擾 美國總統大選之外 你知道他有做功夫耶 很多人觀眾你們去看過紙牌屋對不對 非常瞭解美國政治的生態 他居然叫他所有的底下的員工 全部都要去世系研究紙牌屋 他是做功夫的 還有在這裡面他很多人祈禱 大家最後你還要講 這個部分都只是一個部分 你持續未來幫俄國賺的錢 怎麼樣去變成這個普丁 你要如何灌輸變成他的口袋呢 左背右寶 來他的一個方式 真的就是在非洲賣軍火 而且除了賣軍火之外 他還幫他訓練傭兵 而且甚至在那個地方為室 包括黃金的礦 包括鑽石的礦 全部都掌握在這個人手裡 所以很多人擔心 哎呀普丁沒有油啊 幹嘛不能打仗 錯了 有這個人在 有他的月族在 源源不絕的盧布 一大堆的錢 全部都會進入普丁的口袋 OK 謝謝陳薇 非常傳奇的人物 另外來看這個勝利日 在這個五月九號的同時 菲律賓也是歷史性的時刻 因為總統大選已經展開 就是在投票當中 那麼現在這個民調 要要領先的是 這位小馬可氏 你沒有聽錯 就跟你想的那位一模一樣 他正是這個菲律賓前獨裁者的 這個馬可氏的獨生子 是不是有可能 在時隔36年之後 馬可氏家族重返這個權力的核心呢 這個可能我們台灣觀眾 會覺得很特別 因為馬可氏 我們知道這個時候 也在這個菲律賓 醜聞纏身了 曾經一時有如過街老鼠 竟然在此時此刻 他的兒子可以是民調最高 儼然就離這個總統保衛 就算一步之隔 他怎麼樣鋪回來這條路的 其實這個獨裁者 小馬可氏 他的爸爸是菲律賓任期最久的總統 也是第一位實施戒嚴的總統 那他們家族跟菲律賓 其實菲律賓他從中央到地方有250個家族 但是真正主導菲律賓發展的是四大家族 是艾奎諾家族 馬可氏家族 還有羅姆斯家族 現在還有一個杜特蒂家族 所以小馬可氏 他連結的薩拉 就是杜特蒂的女兒選政府總統 他民調為什麼那麼高 他可以通吃南北 但是這個幕後他有一個推手 這個推手是誰 是他媽媽 叫做伊美代賀賀優 伊美代我曾經在菲律賓遙 聽過他演講 那個時候我在國策中心任職 剛剛好他們是在選舉伊美代回到了菲律賓 所以他參選了參議員 那他們就邀請我們去觀摩 觀摩的時候我就看到伊美代 各位知道 伊美代從出場一直到他下台 各位仔細去看他的頭髮 他整個的頭髮 一天他做頭髮的時間 各位曉不曉得多久 三個小時 他這個頭髮要做三小時 他這個頭髮是天天 左邊右邊 他都是左邊右邊 然後各位看他身上穿的那個是什麼衣服 叫做蝴蝶庄 他這個蝴蝶庄是全部都是手工的 所以菲律賓我們講到 這可能真的一生榮華富貴 對小馬可士的時候必須要提到他媽媽 年輕的時候真的蠻漂亮的 他的媽媽是菲律賓選美小姐第一名 除了是選美小姐第一名 然後他閃嫁給他的爸爸就是馬可士參議員 就是耳後的菲律賓總統以後 各位曉不曉得他曾經出過書 出過書他講的是什麼 他是第一個被毛澤東公開親吻的女人 第二個他設有了利比亞的強人格達費 然後第三個他又講卡斯祖是幫他開車 他們兩個去遊車河 還有一個就是美國總統雷根夫婦 跟他非常非常的要好 然後第五個他們家族可以統治菲律賓 完完全全是美國的支持下的一個產物 所以醫美代好我聽圓山飯店的講 他曾經來台灣訪問 也接受了台灣的大壽錦勳勳章 各位曉不曉得圓山飯店的經理跟我怎麼講 單單他來訪問幾百箱衣服 慶儀那你猜一下 來訪問幾百箱衣服 兩百箱 兩百箱 他是要這邊住二十年嗎 沒有 他只是來台灣參訪 參訪的時候我們送給他 對 所以各位來看 這一些蝴蝶裝 這一些蝴蝶裝 第一個是手工 第二個是用巢絲 就是真絲 絲織品 然後第三個他必須要設計絲 用人工做七天七夜 所以各位來看 他就喜歡穿圓領 連身裙 然後細擺 腰寬 又叫蝴蝶裝 各位知道 這個就是波羅斯纖維 因為很有測試 他這個袖子特別有測試 會高出一個肩膀 他主要是圓領肩膀 看起來姿態引體特別好 還有他的細腰 然後下擺比較寬 各位注意他的鞋子 他的鞋子全部都是名牌 所謂他的鞋子 各位曉不曉得他有幾雙 等他逃離菲律賓的時候 艾奎諾克拉隆總統 然後幫他展染 各位看看三千多雙 我很好奇他每天出門 要怎麼找這些鞋子 三千多雙是要怎麼找的 因為他來台灣的時候 我問過圓山飯店的經理 我跟你講 除了他的化妝師 他的化妝師七八個以外 他還有一個叫做遺容師 就是幫他看遺容的 還有幫他找鞋子的 專門幫他找鞋 專門幫他找鞋 他的鞋都是翻牌的 所謂翻牌 今天我要穿哪一個牌子 一番好比說是什麼牌的 什麼牌的 就要幫他找 各位 這每雙都跟新的一樣 一雙下次穿到他可能十年後了 三千雙 三千雙 各位曉不曉得 他的一雙鞋子 可以養活菲律賓一個家庭 所以他三千雙還有他的精品 所以這樣菲律賓人民不會怨恨他嗎 當然怨恨 我告訴你 他除了這三千雙以外 我們去卡拉滿南宮去參訪過 還有他的衣櫥間 各位曉不曉得 一千多套洋裝 就是我們講的蝴蝶裝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他是不是貪腐誠性 他的確是貪腐誠性 證據這麼明顯 證據非常明顯 那當年馬可士去美國的時候 上了飛機 各位曉不曉得 他帶走也是兩百多箱 兩百多箱 他們現在估計多少錢 大概好 大概是說 他們認為是兩百多億 那我認為沒有那麼多了 那現在他們現在正在追的 到那個瑞士去追的 大概是24億美金 那這24億美金 各位想想看 1986年的24億美金 不是現在的24億 他現在追回來 即至目前為止沒有追回來 所以你看他的服裝 你看他的鞋子 那更重要的 他家族的貪腐 菲律賓民眾居然無動於衷 他為什麼無動於衷 他們認為馬可士時代是菲律賓的黃金時代 所謂黃金時代是什麼 說經濟發展 經濟最繁榮的時代 所以小馬可士經過他媽媽的調教 他就是天生的總統候選人 雖然他曾經參選過副總統敗戰 但是他這一次在菲律賓總統大選中 他為什麼要找杜特地的女兒薩拉 就是南北結合 讓他能夠當選菲律賓總統 這個小馬可士 被認為立場是更親中的 他除了親中之外 伊美代的兒子 其實他在台灣是有很多朋友 只不過我們不知道而已 為什麼在台灣有這麼多朋友 原因是他下面幾個網友 所以他跟台灣也蠻友好的意思這樣 因為好 那我看到柯拉隆是因為菲律賓僑 叫做陳英賢先生的介紹 我們去聽他演講 那現在他們是用電腦 用那個什麼網路 都是華僑第二代在幫他們弄 況且 菲律賓裡面 尤其馬琳拉 我跟你講 台灣還有一個 他馬琳拉裡面有一個台灣將軍村 所以跟小馬可士之間的關係是非常好的 所以他跟台灣的關係就是這樣建立的 OK 好 所以很輕鬆跟台灣關係也不錯 我們再來看看最後的變化了 中華哥我們一起來看 那麼香港特首的選舉也一樣剛剛落幕 新任特首是這位李家超 那這次其實蠻高票 只有八票不同意 他當選之後 對於香港的人權會發生什麼樣影響 其實他一定會當選 然後有八票不同意 那個是共產黨的一個過去長期選舉的時候 總是不能完全全部 就連習近平都有三票 所以他就八票不同意 但是他這個東西完全不意外 所以為什麼呢 因為去年中國的國安法通過了 通過之後叫做愛國者自感 然後他們這個參選者 必須經過由北京的選舉委員會 來決定人選 所以只有他一人參選 是北京所清訂的 那本來林鄭先前的時候 還有想法要去爭取 可是香港這一波的疫情 他完全控制不下來 完全習近平不信任了 所以他自己自然而退 所以就有李家超說他要參選 那參選之後 也是由中共中央決定了一千多個人 你們是具有投票選的代表 所以這些都是被清訂的 所以他就要當選 可是他當選完畢之後 對香港已經被快要被殺掉的自由民主法制 但是恐怕威脅會更大 因為他是什麼 他這個狀況 他變成是所謂的武進民退 就是他是一個警察出身 然後三十幾年 然後就是一直是非常強硬的 而且在從反送中雨傘發運動 一直到現在為止 都是最強硬的 完全執行中共鎮壓的一個任務 武進民退 而且更麻煩的是 很多人認為說 他是來清理戰場的 清理什麼戰場 這從九七年回去香港回歸 被中國收進去之後 所謂的裡面最麻煩的問題 就叫做基本法二十三條 當時他們就要改基本法二十三條 裡面要把叛國 煽動叛亂 然後還有愛國家情操 跟國外的團體有聯絡 都要列入行責 董建華不敢去承受 後面一路徵運權 一直到現在為止的林鄭月娥 都是香港人都非常反對 可是他的異常是 他是可以適時去推動 他認為這個東西是符合的 所以最後連香港的這個 基本的自由都沒有了 所以你會看到說整個香港 現在的狀況 他們的新聞自由 你看像黎智英 像他們很多獨立媒體 都被在這個所謂的國安法之下 被處理掉了 所以他們竟然落到第一百四十八名 大概比利比亞還要差 從這個李家超這樣上來之後 以他過去專門針對所有的反對運動 這麼的強硬 恐怕他們最後會跟北韓並駕齊區 天啊 香港變得跟北韓一樣 工程會有一個紀錄說 台北市決標金額只有五十三萬 我剛剛強調 台北市決標的就一億九千萬 藉著疫情記者會 台北市副市長黃珊珊主動出擊 強調北市花了一點九三億元買快篩 絕不止審計部資料中的五十三萬 十億元調出審計部統計 台北市一到四月花了五十三萬多元買快篩 還不如只有十四萬人口的金門縣 都花了六十九萬 十億元由淑惠吐槽 北市的破億大量採購 還沒能進入審計部決標統計 因為北市府的部署從四月初才開始 我們看到柯文哲 他在三月中的時候就預言 四月會疫情大爆發 那既然你已經預言了 為何你沒有先把戰備物資買好 台北市政府衛生局 到四月八號才買第一批的快篩劑 不要再用政治口水 或者是用神童預言的方式 再做防疫 這是所有的明細 這個差異實在太大 當然是會要試停 黃珊珊秀資料強調一月就有買 但檢視細項 一月十八號共採購兩筆兩千三百劑 二月沒有採購 三月四號採購了一筆較大量的四萬一千六百劑 之後就跳四月 而該部署的二三月都不見市府大量採購 事實上其他縣市早在三月八號 中央發問詢問是否加入共同供應契約 團購快篩就紛紛加入 而北市四月八號之後才加速購買 少則一萬劑多則三萬劑 五月二號還一次買了二十七萬劑 台北市的兩百零一萬劑裡面 目前為止我們有二十四萬劑 廠商說沒有辦法到貨 都是被中央徵用 柯文哲頻頻超前超驚人預言 但部署起步比金門還慢 前一天高分被炮打中央和議會的科市長 在公文陸續曝光後 本人暫時消音 如今這個本土確診人數已經破了四萬大關 那麼現在台北市這個二十八億的防禦用品 預算卻刪掉 被質疑根本就是錯估情勢嗎 這時候科幣來解釋是說 當時是很多議員堅持要刪掉 而且因為中央有關部會說會處理 所以他說是中央害他誤判情勢 所以最後是刪掉的 不過來看許淑華是說 這個市長的說法 會讓議會背黑鍋 消費議會 他說當時市府 其實是這邊有列出來 當時是因為 這個編了疫苗 發現沒有辦法執行 所以當時這個公文在這邊 暫停第三劑疫苗的採購 所以建議是保留預算科目 跟象徵性的預算額度 來應應這個接下來疫情 一個比較彈性的運算運用 我想問一下 這個王議員你怎麼看 因為其實柯P他在這個醫療上 還有疫苗上 應該都有他專業的判斷 但這次他說是因為中央的關係 所以他以為中央會來負責這一塊 突然覺得柯P又蠻相信中央的做法 你覺得這樣合理嗎 我覺得柯文哲典型的 他稍微出了狀況的時候 就當然責任往外推 那這個防疫抗疫最能推的 就是推給中央 那我個人是覺得這樣 這次這個防疫抗疫 這兩年來 其實中央跟我們臺北 以及各地方 其實表現都在八十分以上 只是在最後這一個月以來 真的是中央跟地方都有誤判 尤其臺北市政府 臺北市政府誤判幾點 第一點他認為說 防疫物資都是中央會給 可是他忘了 有一些是必須我們市政府準備的 比方說我們市政府有八萬位公務人員 我們市政府轄下有將近三百所 國中國小幼稚園學校的學生們 我們市府轄下有北農第一市場 第二果債市場 有魚市場 花卉市場 這些的工作人員 跟進出的從業人員 都是必須由我們市政府來供給他 口罩或者快拆計 第二點誤判就是說 當病毒流竄 疫情再起的時候 我們政府我們國家 總不能一而再再而三 因為疫情而停頓 一條生產線十個人 如果隨時都因為一個人兩個人 他必須隔離 他得到疫情的話 另外八個九個也必須失業 不是嗎 所以事實上 我們國家一定要打開的 一定是要與病毒共存 那與病毒共存的前提 就是醫療量能要夠 也就是說 以快篩替代隔離 那既然要以快篩替代隔離 那第一個碰到就是快篩計 不是嗎 所以你市政府 就你我剛剛報告的 你最起碼我剛剛加的這些人員 光檢驗一次 你就將近要二十萬劑 所以這當中只有黃珊珊副市長聽進去 他有在第一時間去採購五十萬劑 但是後來因為我們中央增調的關係 他五十萬劑來的速度比較慢 第三點事實上科P我是就事論事 我不因人肺炎 其實他有醫療公衛的專業 他有幾點判斷是對的 比方說他增調大型的飯店旅館做集中防疫檢疫所 來降低醫院的量能 這對 他說快篩陽性又有症狀 應該先給藥 這也對 先快篩再PCR 這也都正確 但是他不對的 比方說第一點他過度預言 他幾乎成了預言家 做沒有一堆事 說到整本機 所有政績通通被他講騙 然後預言一大堆 說五月中旬 我們光臺北市一天就要五十萬人染疫 說我們這一波疫情會有四萬人 後來又追加到說會有七萬位民眾 因為這一波疫情而死亡 所以這等於是恐嚇人民 我們社會需要的是指揮官 是決策者 並不是這些預言家 OK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這個梁文傑是說 當時就已經說了 現在目前我們可以看到這一部分的這個預算花費 其實市府這邊是花了五十三萬買快篩劑 但是桃園新北這邊都是花了好幾百萬 那他說這個台北市就只花五十三萬 比金門縣政府六十九萬還要來得更少 不過北市府這邊的說法是說 其實北市府為了盡早購得這個整個快篩試劑 那麼是透過很多緊急採購的方式跟廠商簽約 光教育局就花了九千五百萬 採購一百萬劑的快篩 那麼這還沒有包括衛生局消防局 這些其他大宗採購 所以其實北市府這邊還是有在做的 不過也有很多議員在質疑說 其實在柯P在三月份 就是說四月份疫情可能會反撲 已經知道會變得嚴重了 怎麼好像感覺動作慢了一點 今天那個議員有公布一個表格 這個是審計部的決算的一個紀錄 那上面就顯示說 台北市政府大概採購快篩 只花五十三萬 那新北市是七百萬 那這個部分是自購的 自購的 自購 那這個台北市政府就出來打臉 他就說你這搞不清楚 我們自購是五十三萬 可是我們另外透過什麼工農契約 還是其他方式 有採購兩百萬劑 花了一點九三億 那我跟各位講 我也去看了一下 其他台北市議員所提供的資料 他確實是衛生局有採購了一百萬劑 九十五塊錢 九千五百萬 有這筆 可是是什麼時候去採購呢 五月二號 那另外他衛生局也去採購了 大概二十七萬快篩劑 什麼時候採購了 五月二號 消防局也去採購了比較大量的 什麼時候採購 五月二號 換句話說 他所有比較大量的快篩劑 都是五月二號採購 可是剛剛李慶宜也提到了 柯P在三月多的時候 他就自己就預估說疫情會上漲 那如果疫情會越來越嚴重的話 快篩就是必備的一個武器 那你為什麼沒有提早去超前部署 所以第二個就是說 像以新北市來講 同樣的台北市議員所出示這個表格 裡面 新北市政府就有七百萬 製購了七百萬的快篩劑 當然也包括共同契約 另外就是中央統一的共同契約裡面的 所以兩個縣市比較起來 你就知道 那我也問過新北市政府說 為什麼你們會那麼早 一到四月就去採購 他說國外有很多功課可以抄 你們沒有發現嗎 國外只要比較管制開放 或者是境外開放 疫情就會增加 疫情增加快篩就會需要 所以大家看到就趕快去買 那買了之後有兩個用途 第一個用途 就是給一線防疫人員使用 像學校或者是衛生局 或者是民政局 這一線人員使用 第二個就是 但是當民眾被被居隔的時候 他也需要快篩劑 在四月中的時候 中央指揮中心規定 你如果被居隔的話 你要塞四次 一個居隔者就要四個快篩劑 那個都是由地方政府提供的 那我想問柯P 你那時候沒有想到嗎 難道還是說你們台北市 都沒有什麼居隔者 所以你不需要去超限準備 所以總而言之 就是柯P你就沒有準備 我覺得就是沒有準備 那現在他特別去扯一個28億的東西 就是台北市議員說 柯P你不是去年說 要變28億買疫苗嗎 那人家不是跟你講說 這28億可以就是買其他的防疫用品嗎 柯P後來把它刪掉了 剩一千塊 那柯P現在最新的講法是說 那都不是我的錯 誰的錯呢 第一個都是台北市議員的錯 因為我尊重台北市議員 台北市議員說要刪 所以我刪 第二個誰的錯 中央的錯 因為我相信中央會把快篩劑給我 所以我信了他 我從來不知道柯P這麼相信中央 我一直以為說 最反對中央的就是柯P 他每天出來罵中央 罵中央罵成那個樣子 結果當他自己有錯的時候 因為我相信中央 我跟中央是一國的 有這樣子的人嗎 我覺得柯P你錯就錯了 你承認錯誤 自己誤判 沒有超級部署 你說對不起我下次改進 我們還進你是一條漢子 如果你錯了 還推東推西 推東推西 講了一大堆理由 甚至說謊 用那個奇怪的資料移花揭幕 這就會讓人家覺得你不會進步 OK 我們來看一下 那麼現在這一次 這個時間點 有人說為什麼會突然出這本書 這個是在二月底的時候 這個市府幫黃色山出了這一本 堅韌的抑制 講了就是台北市整個防疫的計時 總共是印了五百本 花了一百五十三萬 差不多一本是 其實這書還蠻貴三千多塊 內容當然都是對黃色山是比較正面評價的 這個王議員你有看過這本書 有 我不但看過 我還把這本書帶來了 這本堅韌的抑制 慶林你知道這一本價值多少錢嗎 總共花了一百五十三萬 結果才印了五百本 所以等於一本三千塊錢 三千塊錢 試問現在的這種時機 有哪一位正常的民眾或者學生 會花三千塊錢去買這一本莫名其妙的 禁乎歌功頌得自吹自擂的東西 當然裡面講的記載的台北市政府各局處 各工作人員防疫的過程如何的認真衝到第一線 薄皮寮北農這些都事實 但是事實上我們不值得花費公帑 這麼多錢來印製這樣的書籍 而且我們這些辛苦的工作人員從來都不邀功 第三點最糟糕的是 這裡面特別強調的柯文哲跟黃珊珊的攻擊 那今年是選舉年 你強調柯文哲你是市長 你本來就應該做的 那強調黃珊珊的話等於在幫黃珊珊助選 我覺得即便黃珊珊本人也應該會反對才對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沒有抓到重點 那重點剛才原資提到的那二十八億元 確實第一點這一點確實我們議會刪除 但是我們議會留一個彈書 我是召集的人 當時我是認為說保留預算科目一千元 為什麼呢 因為柯P這二十八億元本來要買疫苗 那疫苗我們中央會統籌來買就不必要啦 我認為保留一千元就是說如果疫情再起的時候 我們可以來買隨時追加這個預算 來買這個防疫的物資 比方說現在說的快篩劑還有口服藥 結果是柯文哲自己說要刪就全刪 連那一千塊都不用保留 你保留一千塊是什麼意思呢 大家好 他說不是柯證經營 還不是稍微 要到接觸資料 經營資訊不在本營地道 民眾使用APP不是電機資料 所以他出開電腦了 大概接觸同地和同地的操縱 和空人APP輸入時間 由疫情堅信 就做大紀錄接觸的情形 民眾未做大紀錄那樣 但由跟柯證經營接觸過 用台灣三角紀錄APP 做得報復刺客賣報復便宜 自助防疫對刺客做戲師 因為現在需要買的時候 我們立刻有預算項目 馬上你就可以買 事後再來報備議會就可以 如果你沒有這個項目 現在他要買 他只能從哪裡 只能從災害準備金 那我們市政府有十七億的災害準備金 但是災害準備金 顧名思義就是要用在災害 未來這五六個月 我們有颱風風災水災那樣子 如果情況嚴重的時候 必須要用 如果你現在就動用了災害準備金 到時候遇到這個颱風風災水災的時候 會不可收拾 所以我們一再一再 我應該保留這個預算科目 保留一千元 但是科文值的要求一律刪除 下北市面對的問題就是快災機是買不到 這是全國都買不到 我們新北市也非常嚴重 而且這個快災之亂大概是四月中開始 那時候就有 就有國小的家長跟我反映 說他們他的小孩居隔 需要四個快災劑 但是他也買不到 因為被徵收了 中央徵收 所以便利商店買不到 然後學校也沒有配發給他 所以變成說他要解隔的前一天都沒有快災劑 那時候其實家長都非常緊張 後來就進入到所謂的實名制的階段 就是說你如果要買的話 你就必須要去藥局買 那這件事情也讓民眾非常生氣 那所以是希望說中央真的這個問題 趕快把它解決 那現在中央地方是吵一吵去 就是說中央講說我有多給你 你們怎麼沒收到 這個不是只有臺北市 包括像桃園 基隆 新北都有類似的狀況 所以真的是希望趕快過去 OK 我們另外來看 我們這時候這個自己也很亂的中國 竟然想來幫忙我們臺灣 這個國台辦就說 現在大家這個在排隊有看到 所以中國願意相關企業來生產協助 我們來採購這樣的快篩試劑 不過柯P現在的說法是說 就純粹當作國際貿易 如果要賣就看價格多少 品質多少 按照國際的商業的 這個來往的條約處理就好 王毅委員怎麼看 我認為我中共實在是泥菩薩過河 自身難保自過不暇 我們臺灣講 派風金還要看風水 那他們中共自己 從上海現在甚至延燒到北京 他們不但民眾的生活 已經被緊縮困頓 他們連產業都發生問題了 當然他如果基於善意提出這個 等於統戰的一種方式 你怎麼來 我怎麼去 他如果客氣講 我們就客氣回 我們反而還可以反雙回去 就是說那你中共那邊 如果也有需要的話 因為我們的緊急採購之下 事實上未來這半個月內 我們將會有勝 其實我們也可以虧回去 我倒是認為說 現在這個疫情當頭的時候 我們解決自己的問題 同時中共怎麼來 我們怎麼去 他客氣來 我們就客氣回 他栓過來 那我們就栓回去 因為我們台灣沒辦法